一百下 超過一百下 深度要超過五分 如果不到這樣的程度的話 就從那三層再打折 那這部分 CPR 很重要 那 AD 什麼時間點用 就是這個病患在做 CPR 的時候 請你帶進來用 為什麼呢 四到六分鐘 當他心臟亂跳 猝食的時候 腦部開始缺氧 所以我們要避免這件事情 一直持續下去 因為各位記得一個數字叫 每經過一分鐘 就是募集他倒下 每經過一分鐘 他存活機會又少7到10% 那四問各位 五分鐘之後 要算多少存活機會 一半而已 50% 10分鐘 依照目前醫療上的文献跟實際的案例 是0到2% 有聽過一句話嗎 腦殘沒藥醫 有聽過嗎 其實腦部的缺氧 腦死就是因為這件事情而來 那 AD 的使用 其實基本上大家不用擔心 他會電死人 只電死人 為什麼 他的心電圖會幫你偵測這個病患 適不適合做電解 如果他是活的人 或死很久 完全沒有辦法用電解做搶救的人 對不然他就不建議電解 按到快調都不會放電 所以為什麼叫傻瓜電解器 我想剛剛有看到 我們把機器拿出來用 正在是目前機場捷運高鐵 把貨公司 學校跟弄藏都用這樣的機器 我們把實機拿出來 把它換上訓練的推備 不用擔心 他不會放電 對 有沒有志願者剛看過之後 願意來找到開關的 可以有人試著做做看嗎 沒有 來 我們來找一下開關 找開關 你明明教我怎麼會 沒有 他教你不是我教的 對啊 傻瓜電解器 每個人都會做 把它按下去 解開避傳修復的人 他會講得更詳細 因為新一代的更智慧 他知道你不會 來 請接近他 好 還有一個狀 這新一代的 請盒子打開來 對 裡面兩組貼片對不對 你看一下 他上面的貼片 會跟你說要貼在哪裡 來提示的 依照那個箭頭 一次吃一片貼在病人的身上 把他貼上去 請你按壓去機械表面 他都會教你怎麼做 他叫你遠離病患 我們就中斷CPI 也不要碰病患 遠離病患 遠離 大家遠離很遠了 看一下他們有亮燈對不對 他如果是死人的話 有亮燈了嗎 有他亮燈了嗎 有 剛沒有亮燈的地方亮燈了 下亮燈了 來 你就搶救他了 在案之前講一句話 請你大家離開病患 請大家離開病患 請大家離開 好 我們下課請大家離開 大家離很遠了 看一下這個單位 幫他電擊就餘 對 這樣就做完電擊了 剛好看到影片做完之後 還要做什麼事情 CPI 不錯 可是如果你們忘記了今天學的課程 或是你剛心際的同仁 還不知道你怎麼做CPI怎麼辦 他會教你CPI 他會教你CPI 這新一代的功能 請按下閃爍的藍色按鈕 請按下藍色的按鈕 教你CPI 你怎麼做就可以了 好好好 你不能做就可以了 你會 你會 讓你回憶起你所有的過程 機場裡面有五十一台 三到五分鐘就會看到一台 目的就是這樣四到六分鐘 有進擊的 這也是我設計的 沒有電池它還是可以做操作 所以說 所以說 基本上它其實 低電量還有電擊五到幾次 全新的電池 可以待機四年 或者電擊兩百次 那 要電幾次才會沒 十分鐘以內 是黃金的時間 這一段時間 每兩分鐘 真正一次 理想時間如果四分鐘 拿到的話 大概它可以電兩到三次 這個兩到三次就關鍵 超過十分鐘的電體 其實效益就 所以為什麼一九也有一九 也有電擊七 為什麼現場就要設置 因為要搶納黃金的時間 最後兩件事情 要怎麼貼呢 各位朋友看到貼片 來 各位左手借給我 請將左手 左手 右去五 左手